你的言語 在我上旁 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秘密更甜 四十六章主要來說 是講到君王的敬拜 和土地的問題 其實是針對過往 聖地因著很多的罪被顛呼 在君王的敬拜當中 君王主要是為民憲制 在我們未繼續 我們這個寧修之先 讓我們一起同心祈禱 天父我們感謝你 此下教會 讓我們可以在教會當中敬拜你 我們也感謝你 你賜下禮儀 讓一起敬拜的會眾 能夠參與其中 求主又賜在禮儀上面 有設計恩賜的人 為你的教會的敬拜更新設計 使人更能夠以心靈和誠實去敬拜你 使你的名得到榮耀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阿們 以西結書第四十六章 王和哲奇 主義無話如此說 內院朝東的門 著六個工作的日子必須關閉 唯有安息日和初一要闖開 王從外面要由門的走廊進入 站在門康旁邊 祭司要為他預備凡祭和平安祭 王要在門的門南那裏敬拜 然後退出 這門直到晚上不可關閉 安息日和初一 這地的百姓要在自己門口 在耶穌華面前敬拜 安息日 王要用六隻無殘疾的羔羊 一隻無殘疾的公棉羊 獻給耶穌華為凡祭 同獻的數祭 要為公棉羊獻一依法洗臉 為羔羊則按照他的力量獻 一依法要加一依柔 初一 他要獻一頭無殘疾的公牛毒 六隻羔羊 一隻公棉羊 全都要用無殘疾的 他也要預備數祭 為公牛獻一依法洗臉 為公棉羊獻一依法洗臉 為公羊則按照他的力量獻 一依法要加一依柔 王進入的時候 要由這門的走廊而入 也要從沿路出去 在各節旗 這地的百姓朝見耶穌華的時候 從北門進入敬拜的 要由南門而出 從南門進入的 要由北門而出 不可從進入的門出去 要往前即行 從對面的門出去 他們進入時 王也跟他們一同進入 他們出去 他也要出去 在節旗和聖妹的日子 同獻的數祭 以為一頭公牛獻一依法洗臉 為一隻公棉羊獻一依法洗臉 為高羊則按照各人的力量獻 一依法要加一依柔 王奉獻金心祭 就是向耶穌華 金心獻的梵祭或平安祭時 當有人為他開朝東的門 他就獻上梵祭或平安祭 與安息日所獻的一樣 然後退出 他出去之後 當有人將門關閉 每日獻的祭 每日你要取一隻無殘侄 一歲的高羊獻給耶穌華為凡祭 要每天早晨獻上 每天早晨 你也要預備同獻的數祭 六分之一依法洗臉 並三分之一因入 調和洗臉 這數祭要經常獻給耶穌華 作為永遠的定例 每天早晨要這樣獻上高羊 數祭和由 為經常祭的凡祭 黃和土地 主耶穌華如此說 黃若將禮物 賜給祂的任何一個儀子 這就成為儀子的產業 可留給子孫 是他們所承受的地業 可若黃將他產業的一份 賜給祂的一個神埔 這就成為他神埔的產業 直到自由之年 然後地要歸還黃 黃的產業 終究要歸自己的兒子 黃不可奪取百姓的產業 以致趕逐他們離開自己的地業 他應該從自己的地業中 將產業刺給子孫 免得我的子民 離開自己的地業 四散各處 聖殿的廚房 他帶領我從大門旁邊的入口 進到朝北為祭司所預備聖的房間 看下西邊盡頭有一塊土地 他對我說 這是祭司主屬遣祭生 屬罪祭生 敲數祭的地方 免得帶出外院 使百姓成為聖 他又帶我出到外院 使我經過丸子的四個角落 看下 丸子的每個角落 都有一個小丸子 丸子四個角落 有小丸子 周圍有牆 每個小丸子 牆四十手 寬三十手 四個角落的小丸子 大小都一樣 小丸子周圍各樣 有一排石牆 每排石牆下面有牢 他對我說 這些是主肉肉的屋子 殿內的牧翼 要再借你主百姓的祭物 四十六章有二十四節 分為一到十二節 十三到十五節 十六到十八節 以及十九到二十四節 這四個大約的段落 首先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段落裡 是講到 敬拜、君王、祭禮 如何安排 所有敬拜的人民和君王 其實他們都在外院 人民和君王都是從南門 或者從北門進入 而君王是可以坐在東門的來院的門 他不能進入來院 正如所有的人民都不能進入來院 換言之內院、聖殿 人民是可以從東門可以看進去的 不過他們就沒有辦法進入去 進入去的人 只有利美人和祭司在裡面工作 君王他的角色本身在這裡 是很清晰的界定 他是代人民去獻祭 他所有的祭生 都應該是從他自己的產業裡面 是拿出來的 君王不可以獻祭 他只是交與利美人去處理 這個獻祭的祭物 換句話來說 舊有的一切錯誤的祭禮 是在這裡完全改正過來 要讓祭禮是很清晰的 君王他是受很多的限制 全章在十九到二十四節 講到的就是關於主獄的不同的地方 在這裡我們都明白到一件事 就是整章其實是說不同的界限 不同的地點 重要的要求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將這些界限模糊 不要將它混亂 所以就算主獄也好 有制私的有人民的 是分開的 在四十六章 主要其實都講到 將來聖殿和土地的異象 特別在這個土地和運用的異象當中 主要要針對的是過往歷史的問題 過往權勢的君王大臣 如何欺壓百姓 以至到怨聲載道 其實古今中外 我們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包括土地公義的問題 有關於土地公義 在香港我相信大家都可能 經常都聽到這個詞彙 就是當有土地 或者有爭議的問題的時候 有權有勢的 必然是有佔優勢 以至到它可以欺壓 在古代的世界 至到我們今天 所面對的是同樣的事 哪怕我們看到一些 有少少權並的人 總之它有權的時候 它就形成到它有機會 去有貪 以至到有掠奪的可能 在古代世界是這樣 今天其實都不愛與善 因為人類的世界 就是一個這樣 放落犯罪的世界 在今天我們面對的困難 是在這個 我們叫做自由化 經濟和全球化的理念上 困難更加嚴重 在這段異仗的報道裡 如果我們將它比較 之前和摩西五經 有關於崇拜的規劃 我們會發現到 其實有很多 已經和之前的不同了 譬如說 軍王他們在憲制的時候 那種規劃 他的份額是大了 意思是百姓不再自己去憲制 而是軍王帶著百姓的憲制去憲制 如果我們從現代 我們對崇拜的理念來說 沒錯 我們有崇拜的歷史 但是我們體會的 崇拜有很多時候都會有轉變 因為隨在時代 隨在文化的不同 其實敬拜上帝的活潑性 仍然可以在這裏 意思是 我們一定要知道崇拜的神學在哪裏 但不一定 那個形式一定要跟回 或者我們一千多年前 或者我們五百年前 甚至我們一百年前 在禮儀上 在崇拜中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是上帝臨在 而我們是一種敬拜的心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安息日和初一 這地的百姓要再者門口 再耶和華面前敬拜 以西傑書四十六章三節 我們來看見